哎呀行行轻点轻点轻点 嗯真舒服 奶奶回血了回血了 哎你别停啊 你永远想不到 我吸单独想准备发生什么 沐浅你说干什么呢 我要你陪妈打架 你就这样陪妈打 我都退一请假过来了 我还有错了 哎正好给我把这账单报了吧 陪你妈两天 还有刚才叫的上门按摩 别过两千给我报销了 你你不报啊 哎要不妈你刷个脸把钱给我 我看这了 那怎么啦 我陪你妈这么穿皮肩 我还不能醒点服了 赶紧给我报了 哎呦娜娜 过来扶我一下 哎呀 哎 托 托 托 嫂子你英语好你来吧 我看看 娜娜 医院的病例你拿回来了吗 这个题不能这样做呀 我妈问你呢 我都去陪她了 拿病例这种小事还要我来啊 你还有脸说 你那就赔吗 卧室不管双龙作哑 有你这么赔的吗 可爸爸你就是这么对我的 你还真是树核桃的 欠锤 之前自己无效陪伴 念成多大的货你忘了吗 哎呦 哦 我这一上午陪你跑上跑下的 继续 好的 扶你老婆去夹下床那边 哎 没事 她自己能行 那么多女的都自己缠键 救她师父 非得拽着我来陪她 做检查 驾驶去外面等 你给我买个饼干吧 我早上没 饭 你抓紧时间去下个检查排队啊 我刚才路过那人太多了 饼干呢 我是哪 那超市在医院外边 跑过去太费劲了 你 你又怎么了 我都特意请假一天哄你了 你不就是怀个人而已呢 你搞得自己更多为大似的 死俊了 来来来 快点 老公 我吃骨疼的起不来 你去帮我造杯水呗 这不还有啊 这水都凉了 还是隔夜的 你好不容易陪陪我 别玩手机了呗 我牺牲一个大周末陪你 我还不能干点自己事啊 宝宝最近总提我 欣欣说 给孩子说话能听到 要不你也试试太教 我是你爸爸 好了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敷衍啊 你让我陪你 我陪你 你说我似乎不好 谁似乎都好 你找谁去 你好不容易陪我 你 怎么了 娜娜 走 上医院 快 你老提着沉骨子烂枝瓦的事干嘛 都过去多久了 才说了 再怎么样 他也不能对您不好呀 我让他这么做的 你哪头对啊 这事都过去多久了 过去你管了吗 当初你是怎么跟我嫂子保证的 可现在又是怎么对悠悠的 你这预议题都错几次了 哎 我都陪着他了 写成任量我能有什么办法 没办法你不会想吗 嫂子给你蒸了螃蟹 爸爸这题怎么做 这不新买的书吗 自己去 优优 你写完遵验 哥 优优呢 回回消息没看呢 你 优优 要不是王沈看见优优把优优送回来 你当天家就没了哥 经济价值没有 情绪价值没有 连最基本的责任都做不好 娜娜要你干什么 无效陪伴 不懂一陪伴 婚姻经不起敷衍 妈妈 我练心系全对 回屋鞋好不好 莫加伦 我们离婚吧 我妈和我妹都受复了 我一定该 承诺 是最虚伪 最没有价值的东西 我把手机承交 我去陪悠悠做另一天 哎呀算了 婚姻你比家宝更恐怖的是吗 王家罗 咱俩还是风房睡吧 你外面是不是有云了 女人不愿接触 是不是都会被认为外面 你说有 那就有吧 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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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谢谢啊 曼总 那谁啊 你现在连说话都不愿意和我说了吗 你 哎妈哥 哎来了 哎呦你等会儿 我老公在家呢 啊挂了 嫂子坐下歇会吧 啊不了 我 我约了朋友出去 你们先吃啊 你什么意思 哼不要碰 话说不了两句 现在家也不想要了吗 哥 你这是干嘛 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 吃个虾 我就洗个手 你看看我弟妹 再看看孟娜 自从生完孩子之后 连那当妻子的样都没有 那当妻子应该什么样 给你洗衣服做饭养孩子 继继听着事事顺从还要独立 让你当甩手大爷是吗 先问问你自己 你给过他一点丈夫该给的依靠吗 哦 你家里怎么那么乱 你快帮我把桌子上的碗收一下 我去给孩子冲个奶 不是 你就只把那碗挪起来了呀 那桌上其他垃圾你看不到吗 还有这地上这沙发上 你就不能把我分担一下吗 我这一天到晚 你干嘛什么呀 你又没说 我怎么知道做哪些啊 上一天班已经够累的了 回到家还得被你使唤 哎呀 累一天了我没兴趣啊 不是 你每天都这个样 我娶媳妇回来干嘛 我都累一天了 还得看你臭点 我着谁惹谁了呀 你 身体永远最诚实 你让他活成了妈妈 活成了保姆 唯独活不成有依靠的妻子 坏了老公 我早上用的卷发棒棒关了 在床上 我早就帮你拔了 还有洗衣机里的衣服啊 我也都帮你晾了 毕竟这家是两个人的 活儿也不该属于一个人 哎 哥 哟 你买新车了 月月觉得原来的车太小 人多坐不下 换了个二四款离想要去玩 王嘉伦 这么多行李 你也不知道帮忙拿一下 还有门口的垃圾 你也不知道帮忙带一下呢 你又没说 哎 给我吧 嫂子 你们先上车 把那个充电宝和水给我 你不会没拿吧 要你有什么用 那我又要收拾自己 又要收拾孩子 都要收拾家务的 你出门想着帮忙带一下能怎么了 这本来就是你该干的事啊 你这还赖上我来了 哎 哥 你把手机给我 你想同学 打开后白冰箱门 想喝什么 随便拿 对女人来说 有依靠 能信任 才会有爱 有欲望 可结婚以后 你就像个算盘一样 那哪拨一下 你动一下 甚至有时候 拨都拨不动 我不是在外面 给他们挣钱吗 哥 我们上班还有休息日 他们在家全年无休 如果另一半 还不知道体量 任谁都会崩呢 婚姻里最可悲的就是 一个人在解决问题 另一个人在偷懒逃避 捡一颗芝麻不难 可满地的芝麻 就没必要再见了 这么早就回来了 没给小宝找到 合适的幼儿园 幼儿园 那嫂子 你陪我逛街去吧 算了 家里一堆活呢 支付宝到这 定万元 换完再跟我说 你随便去车店看一下 你上次不挺喜欢 那个理想二九的吗 咱们也买一两 看下来 我感觉瘴 ๊ Historical 炸天 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